赴田花园农场 东中的爱情城堡就是他们园区内的餐厅 一楼有buffet自助吃到饱 还有贩卖铺 二楼则是景观餐厅 餐厅内提供的餐点非常多样化 中式香野绿食餐 西式风味套餐BBQ烤肉 住食餓不想到餐厅用餐 这里还有小吃贩卖 爆米花 卤豆干 茶叶蛋及饮料等 那天去没有营业的样子 有点可惜 只有里面贩卖铺有营业 所以我只买了他的饮料 跟狗玩的秋 然后还有薄荷精油 里面还有很多玩具 他还是知名的台湾偶像剧天国家一 白鸳鸦的愿望 福士德的微笑 军官情人的拍摄地点 经过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摇铃的地方 你们大家可以去玩 去摇一下 这就是他联系剧啊 有在这边拍的偶像剧啊 这张图片呢 就是叫糖 当天没有开放 羊驼 如果要是问我是为什么动物而来的 当然是羊驼啰 超级可爱的 一直露出牙齿 如果羊驼耳朵 竖起来代表生气 随时可能吐口水 这时候就要远离他 而不是持续的激怒他 否则倒霉的就是你 鸳鸯跟鵝 圆区那三只鵝对我家狗不友善 所以经过那边要抱起自己的狗 你们经过要小心哦 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宠物 这里有马 如果有想了解有关于马的 可以在YT搜寻亮亮马斯 或者下面留言哦 射箱猪 射箱猪 迷你跳跳羊 心得及建议 本人还是第一次造访这间农场 今日的体验还算可以 里面还蛮漂亮的 不过老旧了 是不至于让人迷路 我们去的时候是假日 开车 前访 在狗狗溜溜 有大人 有大人小孩 网路评价还蛮高的 走去农场中间的称包 买喝的 里面有卖鸡蛋 飼料 飼料可用门票兑换 或者折抵50元 饮料玩具 薄荷 精油等 肚子饿不想到餐厅用餐 这里还有小吃 贩卖爆米花 乳豆干 茶叶蛋 及饮料等 那天去没有营业的样子 有点可惜 酒里面的 贩卖部有营业 我用门票折抵饮料 玩具球 薄荷精油 折抵完其他 补剩下的金额 门口就看到旁边有两只小黑羊 暂时灌在一个笼子里面 公游客 有买奶奶 就是公游客买奶奶 去喂食小羊 园区内有小火车 动物小车 狡猾鸡 对壁鸡 可以玩 这里动物很多 有鸡 驢子 羊驼 迷你 跳跳羊 摄像猪 鸳鸯 鹅 马 还有两只可爱的猫 小心草皮 地板会采到动物的排泄物 农场算干净了 没什么很浓的排泄味 适合全家大小写生喂食动物 喂养鱼儿 踏青 情侣结婚拍照 团体预约参观等 鱼 那边有池塘吗 鱼儿鱼儿水中油 请问你是什么鱼 我是我是 宋楚鱼 韩国鱼 哈哈 好多只无国鱼 里面都是无国鱼 也可以买饲料去喂它们 附近景点推荐大气老街 图片来源 台湾观光局中石新闻网 地址是桃园市大溪区和平路 欣赏一路上的巴洛克风格建筑 有机会还可以看到 知名的陀螺王阿海斯的大陀螺表演 也是上次新闻报的 那个爆炸陀螺 阿伯已经拿去修复了 还有各式的传统商店知名的黄大木豆干 千人掌兵 花生糖 挖柜 豆花等 都是到大溪老街必吃的美食哦 大溪花海 收费标准 全票150元 优惠票100元 3岁以上儿童及身心障碍人士学生 出示相关证件停车费 即次小客车50机车20 售票时间10点到16点 营业时间10点到17点 请勿携带外食 宠物可以入内 园区内请勿骑乘脚踏车 凡事购票者入场 怒无法办理退费 幼儿安亲班 才艺班 托儿所 幼稚园等 幼儿团体入园 3岁以上儿童及学生均以优惠票 支票价购票入园 营业时间10到17 周二之周四公秀 门票150元 全票100元 邮会票 观望大溪花海 大溪花海一定都知道 它占地约有95公顿 也是许多台湾知名偶像剧拍摄的地点 而大溪花海会这么有名 正是因为这里面是属于玄武岩 每到百花盛开的季节大溪花海 就为人满为患 地址是桃园市大溪区步行路一段1093向27号 交通 搭乘高铁在桃园站下车转搭台湾号行大溪快线 在池湖站下车